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叫做Stream Deck的東西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一個擴充鍵盤的概念 我是以這樣子來定義它的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人分享一個東西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人分享一個東西 它很像擴充鍵盤的東西 它叫做Stream Deck 那其實你可以讓它 設定成各種不同的東西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人分享一個我覺得 真的是還蠻特別的東西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來跟人分享一個超酷炫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Stream Deck 那我會以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人分享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叫做Stream Deck 那我會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東西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人分享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超酷炫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擴充鍵盤的概念 你可以來自訂上面的按鍵 就簡單來說 就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假設你可以設定一個 Ctrl C 複製 然後一個Ctrl V 複製 然後再貼上的快捷鍵 那這個東西叫做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很像一個擴充鍵盤 有點像是那種 組合按鍵的擴充鍵盤 你可以在上面設定成什麼 Ctrl C 可以複製貼上 然後Delete 或是幹嘛的 組合按鍵 全部都可以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很像是一個 擴充鍵盤 只是它的功能更多更多 簡單來說就是有點像是 你可能要有一些組合按鍵 那你可以像是複製貼上之類的 那你可以只要按一個按鈕 你就可以複製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貼上 那這個東西叫做Stream Deck 那它這個 除了它是一個擴充 自訂的鍵盤以外 它上面的每一個按鍵的 都有一個小小螢幕在上面 所以還蠻酷的 你可以來自訂上面的圖案 還是幹嘛 來設定你那個按鍵長怎麼樣 反正我們就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到底好不好用 值不值得推薦之類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Stream Deck 那這就是我們的Stream Deck 那盒子裡面有一個快速指南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Stream Deck 本體啦 那這個是第一版本的Stream Deck 因為我覺得第一版跟第二版 好像功能差不多 但是第二版貴了 快要兩千塊錢 所以我還是買一個第一版的 那因為我才剛從美國回來 那在美國的時候我就看到Stream Deck 原本想要在美國買的 就是當作一個紀念品 結果發現它上面寫 Made in Taiwan 啊我去美國買一個Made in Taiwan 東西幹嘛 我就回台灣再買就好啦 而且還比較便宜 那這就是我們的Stream Deck 按起來有點軟Q 有點像薄膜鍵盤的那種 觸感 Q彈Q彈這樣子 那然後第一版跟第二版的差別 就是主要就是這個後面這個線 第一版的線是沒有辦法插拔的 就是如果假設你把這個線拔壞了 那你就要整組再重買 那第二版本的就是 這個是一個Type-C的接口 你就可以直接換線啊 還是換就是看你想要多長多短的線 都可以來更換這個後面的接口 主要差別在這邊 好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個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個立體的支架 就是來架我們Stream Deck的部分 然後最後還有一本小小的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的 小小的 注意事項小本本 好啦那盒子裡就這樣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那這個 這個 這後面的這個支架有四段的高度調整 可以讓你來自由的調整 算是五段啦 如果你如果放平的也算一段的話 那後面這個支架呢 有五段的不同高度可以讓你來調整 就讓你更符合你的需求啦 就有人喜歡立起來的鍵盤 有人喜歡平平躺在桌上的鍵盤 那就是看個人喜好啦 那我們就接著就把這個 Stream Deck 接到電腦 然後使用一陣子再來 跟大家好好做分享 那這個Stream Deck後面這個支架 有九段的高度可以讓你來做調整 就是有人喜歡立起來的鍵盤 有人喜歡躺下來 平躺在桌面上的鍵盤 那就是看個人喜好 那九段的高度應該是還蠻 可以讓你自己 調到符合你喜歡的角度啦 好那接著我們就直接來 把這個Stream Deck 連接到電腦 然後來跟大家做分享 到底怎麼使用 然後好不好用呢